大家好,下面我们来讲解创建门口线 门口线命令它在平面图上是指定的一个或者是多个门的某一臭添加门口线 表示门槛或者是门两侧的地面标高不同 门口线它是门的对象属性之一 因此门口线会自动的随门的移动而移动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我们这里有四个门 我们把当前的轴线图层是DOT这个图层隐藏 你看一下,这之间它是空的 它没有门口线,你看都没有门口线 那么现在我们使用这里有相应的一些门口线 它怎么来操作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执行门窗下面有一个门窗工具 这里有门口线 执行这个命令之后将弹出一个门口线这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中它指定门口线的位置 它是居中的,单车的还是两侧的 我们可以根据要求的进行选择 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单车 偏移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 当然我们如果指定0的话 就按照这种方式的进行操作 然后选择门对象 比如说我这里选择门,这四套门对象 当然我现在按照西部的键再来选择 从而将已经选中的给取消 然后按空格键确定 这时候它书标上提示 请点取门口线所在的一侧 比如说我在外侧 你看这里的门口线就添加好了 你看比如说根据要求 我这个门口线双进两次 我这个门,我双进两次 对它进行调整 当然这里我如果对它进行调整 调到这里来 你看门移动了 它的门口线也跟着进行移动 这就是门口线它属于门对象的属性之一 所以说门移动 它门口线也随之进行移动 再来我们执行一次 执行门口线命令 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指定双侧 并且偏移距离为30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这两个门对象 按空格键 你看它之间的距离就已经有了 你看我们这时候根据要求我们来测量 比如说在这门之中 废置一个中线 然后我们再来一次测量 你看它这是30 也就是说它门口 它那个墙边距这一个门线 它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设置的是多少 这里就是多少 意思说